孟昊闭上了眼 左手掐掘想象药草 随着她的挥舞 阵阵光热无形凝聚 在孟昊的手中幻化出 一株株药草后 被她放在了右手内 她的右手如同天地红炉 在熊熊的燃烧 她的全部精力 在这一刻都放在这枚丹药上 任定身体外的仙气缭绕 她的心神 她的魂 她的意 似于身躯脱离 融入在了这无中生有之内 她不能失败 只有一次机会 以她的身体 此刻在这个高度的高空停顿 十一二个时辰已是极限 若炼丹失败 她只能选择在这里化解突破 成为肉身真仙 可她有些不甘心 她知道 若自己能再升空一些 她的肉身在突破后 会更强大 这是造化 是机缘 她要去争一争 这一幕在这个高度 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可所有看到之人 都在这一刻愣了 他们不知道孟浩在做什么 唯有那些强者才阴影的 似察觉到了一股诡计 脑海起了一个猜测 可这猜测在他们看去 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那么的让人不敢置信 她在炼丹 我没有看到药草 可她的的确确确实在炼丹呢 老夫曾听丹老说过 一个丹道的传说境界 其名无中生有 那些放弃的长老 神色一个个都漠然一变 大长老呼吸微微急促 他遥遥地望着天空 神色内露出射人的精芒 孟浩已连续数次 做出了让他震惊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 丹道一脉内 那十多个八阶丹师老者 一个个突然停下了 手中的炼制丹药 似有所感应 缓缓地抬头 一个个在短短的几个呼吸后 都神色彻彻底底地大便起来 这气息 这是 无中生有 丹道内山中 弥漫了独角仙的山峰上 丹老站在那里 他抬着头 凝重地望着天空 慢慢地 嘴角露出了微笑 那笑容越来越多 最终长笑起来 那些各宗天骄 一样瞠目结舌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孟昊这里居然能自己炼丹 尤其是在那高空中 在那恐怖的光与热下 居然还能炼丹 且这些天骄 都是宗门家族内培养出来的 见识极多 其中有几人 立刻就想到 那传说中的炼丹境界 这怎么可能 李灵儿睁大了眼 他呆呆地看着 遥远的高空中 孟昊的身影 整个人愣了 只听到自己 孟古一样的心跳声 樊冬儿 周新 孙海 以及太阳子等人 也都目瞪口呆 还有什么 他做不到的呢 王牧的内心 升起了强烈的挫败感 就连方位也都神色内出现了一丝茫然 时间流逝 很快十二个时辰慢慢地流逝了 孟昊身体颤抖 他的身躯在快速地干枯 他的精力在飞快地消散 他全身心地沉浸在炼丹之中 尽管在这东升之日内会有三十六天的中午 可对丹师来说 自身就可以把握时间的变化 且最重要的 对于都天阳神丹 孟昊已极为了解 针对环境 他已改变了丹方 当十二个时辰过去的刹那 突然的孟昊的右手内 爆发出了光芒 这光直接璀璨 在黑色的天空里 如同星辰 外人看去只能看到着璀璨的光 可在孟昊的墓中 他的手心内是一枚丹药 一枚无中生有炼制出来的 都天阳神丹 这是他在这种极致的状态下 以无中生有之法成功炼制出的丹药 在炼制出来后 孟昊仿佛虚脱一般 这不是他第一次无中生有 可却是最疲惫的一次 甚至他有种感觉 若是再去进行第二次 必定会失败了 在这丹药出现的瞬间 也正是孟昊身体极限的刹那 他望着手心内的丹药 此丹光芒流转 仿佛天地归宝 孟昊没有半点迟疑 一口将这外人看不到的 都天阳神丹 吞入了口中 丹药入口 轰然爆开 化作了一轮太阳 在孟昊体内 扩散出无尽的光与热 凝聚成了生命 孟昊身体震动时 他四周的鲜光一瞬 更为惊天 他 他成了 丹道一脉 那十多个八阶丹师 一个个全部站起了身 丹道内山上 丹老的笑声再一次的传出 租宅中 大长老神色内有不可思议的表情 四周所有的长老在短暂的沉默后 一个个都目露奇光 更不用说那些天骄了 一个个如今早已被孟昊震撼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 这一次 孟昊以他自身的名字 崛起 走入到了地九山海这片庞大的修真界内 借助丹药的力量 孟昊猛的抬头 他的目中露出果断 肉身真鲜 他身体轰然而出 化作一道长虹直奔高空而去 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他的高度在不断的变化 十一万六千丈 十一万八千丈 十二万丈 十二万三千丈 十二万六千丈 十二万九千丈 在踏入这种惊人的高度的一瞬 孟昊身上的鲜光直接爆发 从他身上向外不断的扩散 很快就覆盖了所有的范围 也正是在这一刻 孟昊的肉身传出了仿佛劈开 避障瓶颈时的清脆之声 这声音传出后成为了雷霆 空明间回到八方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将所有的仙气 全部吸收回来 四周的仙光最终被孟昊的身体吞噬后 他的身体立刻爆发出了 惊天动地之力 仙气环绕 身躯如同天地至宝 每一寸血肉都堪比真仙法宝 他的骨头更是坚毅到了恐怖的程度 他体内的经脉 在这一世生生地再次开辟 每一条经脉内 都有恐怖的力量在酝酿 他的头发漫长 他的身躯也更为修长 他的面孔充满了惊人的魄力 他的气息足以让一切仙都心惊肉跳 仿佛他整个人如同宝石 在高空中 他站在那里 足以让所有看到者都心神晃动 肉身成仙 真圣 肉身真仙就是真圣 这代表着孟昊的身躯 已强悍到了极为恐怖的程度 被仙光洗礼凝聚出的身体 可以称之为仙体 孟昊缓缓地握住拳头 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若自己如今在遇到哪些所谓的仙境巅峰 一拳出去就可以将其撼动了 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 仿佛脱胎换骨 在这个程度 之前让他觉得恐怖的光与热 此刻被削弱了太多太多 这就是肉身真仙的力量吗 孟昊猛地抬头 看向更高的天空 瞳孔内的微光如火在焚烧 我想知道天有多高 他身体轰的一声 爆发出震动下方天地的轰鸣 直奔高空而去 在这十二万九千丈的高度 存在于八方的光与热 对孟昊来说 已不再是如之前般的无法承受 他的身影如同是一道 从东圣星飞出的长虹 灌空破日 轰轰而去 下方大地已没有多少人 能看清孟昊了 他们能看到的 只有那一道长虹 似要撼动苍穹星空 向着更高的区域 在执着的轰鸣 他的四周 在这吉尺之宿下起了火焰 这些火近距离是看不到的 可在大地那些方家族人看去 他们能看得清楚 仿佛孟昊置身于一片炙热的火海中 在这火海内要去永生 半空中的那些天骄 一个个都内心颤动 孟昊的身影 仿佛成为了一座大山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 或许这一世 孟昊将永远地 走在他们的前方 让他们没有任何的机会去超越 没有任何的把握去追击 只能被落下得越来越远 他们也无法知晓 孟昊早已被曾经的主宰 列为整个地久山海内的序列十三 樊东尔沉默 周心不语 李灵儿 太阳子 宋罗丹 王牧 还有孙海 还有其他各宗各家族的天骄 神色内都露出了复杂 望着距离他们越来越远 在烈火中如骄羊般的身影 方卫身体微颤 眼见垂了下来 带住了他目中无人能看到的 暗淡与不甘 方卫的父亲与祖父 此刻的心头正在狂震 他们望着高空中的骄羊 一股前所未有的杀鸡 在他们的心底正急速地滋生出来 大长老在祖宅内默默地望着天空 他们的心思无人能了解 也分辨不清 他的脑海里此刻翻滚着什么样的思绪 方浩 方卫 大长老轻声喃喃 孟浩还在急迟 他的身影如火缝 如硬龙 他体内的硬龙之丹 此刻正快速地融化 一丝丝传承的信息 在他的心神里正浮现 可这些孟浩已不去在意 他此刻唯一的想法就是 天有多高 孟浩神色内露出坚毅 轰鸣间飞越了一千丈 踏入到了十三万丈的高度后 他没有停顿继续前行 微压变得惊人 光与热变得恐怖 孟浩的速度也不由地缓慢下来 可却始终没有停止 如他的道心从来就没有蒙沉过 一天 一天一天 时间流逝 很快地距离东盛之阳结束 只剩下了数日了 他都在前行 要去破空 向着目中瞳孔内所看到的那颗 在星空内的阳星不断地冲去 他已超越了此地所有的天骄 超越了这一次试炼造化中的所有同辈 超越了方位 成为了此刻的万众瞩目 他此刻要超越的不是某个人 而是自己 超越自己 追求梦想 如他的道 要走过一山山踏过众河海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走向辉煌 天也无法将他的身影盖住 苍穹也无法将他的道心沉沦 一天两天三天 十三万一千丈 十三万三千丈 十三万五千丈 还在继续 半空中的那些天骄此刻一个个沉默 他们望着梦浩的身影 看着他在执着的前行 他们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了一样的思绪 他到底能升空多高呢 李玲儿这样想 樊冬儿也是这样想的 太阳子 宋罗丹等人 同样也是这么想 星辰与星空之间的界限 一向模糊 因不同的变化而改变 在这阳星最近的一刻 这界限会清晰一些 大地上那些方家的长老 纷纷凝望 数日后梦浩的身影还在及时 十三万九千丈 十四万丈 他感觉到自己要到了尽头 他感受到了这四周的光与热 已到了一个无法形容的程度了 似乎就算自己的肉身已经达到了真鲜的境界 也依旧会被融化成为血水 化作血雾 梦浩的身体颤抖 他体内的永恒境界正疯狂的运转 让他不断的恢复 支撑着他去向着更高的高空迈步 我还可以再坚持下去 梦浩的眼眸在微微眯起的眼帘里纹丝不动 透出坚毅 十四万两千丈 十四万四千丈 十四万六千丈 梦浩的眼前只有那越来越接近的阳星 他的双目赤红 他的身体颤抖 他的身躯出现了枯萎 可他还在飞 他四周的火海 在这摩擦中更为磅礴 远远看去如火烧了天 弥漫无尽区域 成为了他的翅膀 似乎在这会晤中要去撞击苍穹 大地震动 人心颤抖 所有人都呼吸急促 大长老不知何时 一从祖宅内走出 站在广场上 抬着头 望着天空的尽头 时间快到了 他喃喃低语 这一刻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梦浩 不但是方家这里 这东圣星上的其他区域的强者 也都早已看到了这一幕 都在震撼的凝望 他是谁 那是方家的方向 他从方家飞起 莫非是方位 可就算是方位 也不可能飞出这样的高度 这 这已是无限的接近了星空的界限 一旦踏出 落入星空里 到镜以下 必死无疑 东圣星的强者 都在心神震动时 在这星辰上 有一片海 在这海中 有一片 漂浮的岛屿 这岛屿庞大 如同大地 此刻 在这岛屿上 有一个先锋 倒鼓的老者 正目瞪口呆的 看着天空 这奶奶的 这小王八蛋 哎呀 该死的该死的 老祖我都躲在这里了 他 他怎么还能找到 老祖我呢 老者气急败坏 连连大吼 随着他的吼声 这片岛屿都在震动 老者的身边 有一个女子 这女子明媚动人 此刻含笑 看向天空 苍穹上 孟浩的身影轰鸣 他在颤抖中 咬牙几尺 十四万八千丈 十四万九千丈 孟浩的神色内有疯狂 他的身体 已从内向外 开始了燃烧 四要坟灭五脏六腑 要将他的一切存在 都化作飞灰 可他没有停步 十四万九千一百丈 九千三百丈 九千五百丈 孟浩发出一声怒吼 他的声音传出时 他的身体火焰更大 将他淹没中 他又飞出了三百丈 达到了十四万九千八百丈 时间到了这里 已快要度过三十六天 此刻留给孟浩的时间 只剩下了不到半个时辰 要超过十五万丈 孟浩的疯狂与果断 让所有能看到他身影的人 都在这一刻被再次的震撼了 九千九百丈 九千九百五十丈 九千九百九十丈 时间流逝 世界寂静了 天地的运转似乎停顿了 大地上所有人的呼吸都凝固了 这一刻孟浩达到了 十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丈 距离十五万丈 只差一丈 距离东升之阳结束 只差十五息 请不吝点赞 打赏